不僅是民眾都紛紛的感到心情比較緊張之外 那店家的心意其實也受到一些影響 那在這個關鍵的時候 那是台灣要努力向前一起團結防疫的時候 那志宏議員就做了那個 隨身洗守護你的洗手乳 那希望可以對店家的部分有一些實質的注意 那也提倡說強強的防疫可以落實這樣子 那我們先請一下共三廚房美食聯盟召集人Terry 幫我們講一下目前店家營運的狀況 那還有各產業所面臨的問題喔 感謝志宏議員今天幫我們召拍這一場 就是我們要以另一個共存的一個記者會 那最近受到許多店家的反應說 因為連日大概四天左右的確診數 都達到第兩千以上 那造成消費者自動的禁止 就是內用的部分 然後僅剩外帶的話 大概也只剩三四層左右的音樂了 那相對的也衝擊到我們黃埔新村的民宿產業 左右 那這邊在跟這種議員反映以後 他就馬上的想要在母親節要發送給一些 就是地方的人士一些愛心物資的時候 他把這個防疫洗手乳 然後轉證給店家去準備來發放給我們美食聯盟店家 來消費的消費者 那增值與病毒共存的轉型期間 那我們也想透過這樣發放防疫洗手乳的方式 來跟消費者宣達說 就是我們來一起面對這個疫情的轉型 然後降低台幌 謝謝 那我們請一下帶花糖民宿的老闆 各位大哥 議員你好 我們是黃埔新村的民宿 我們黃埔新村是八十年的歷史建築 是改建成非常舒服的民宿 總共有八間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就是有大量的退遞 但是我們還是持樂觀的想法 因為我們幾乎都是獨門獨棟的戶子 在防疫上就不會造成群聚的問題 加上議員常常訪問我們的地方 然後這次又推出了防疫的小品 所以我們相信接下來可以 苦助來住的客人能做好全方位的防疫 謝謝 那我們 李宇老闆 那我們請一下那個 佳穎金品開發有限公司的 就是吳金林 大家好 請讓南線議員的這個機會 讓我能夠來做這個防疫的廠牌 那個隨身洗 隨身攜帶的那些 一些洗手禮 能夠為高省市 敬禮的一本行李 我們可以做這個 感謝今天一起出席的老闆 還有那個捐贈代表嘉義精品 精品開發有限公司 那我們現在請志鴻議員幫我們簡短的致辭一下 好謝謝在場的媒體女士先生 還有在線上看直播的所有網友們 還有今天到場的每一個 豐山廚房美食聯盟的店家 包括碧南莊肉園 包括底嘉綑民宿 包括豌豆冰城 熊廚可可米果 淡花湯民宿 夜宵入口 倦帶集民宿 還有禮物 還有封建機 這些都是 豐山廚房美食聯盟 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因為疫情當時準備要解封開始 政府要推出各項的振興券 跟高雄要推出高雄券的時期 當時大家互相彼此的 打氣鼓勵串聯 要決心打一場團體戰 那因應疫情之後 整個振興經濟的一個過程 所以大家籌組起來之後 不斷的平時就互相的交流 互相的激盪 那現在面對疫情的衝擊 大家還是齊聚在一起 那特別感謝 就是說我們的家里國際精品 我們的吳經理 特別慷慨解囊 提供這樣的防疫洗手乳 那原本這個防疫洗手乳 是要一起在做母親節的時候 發放給媽媽 在照顧孩子的時候使用 出現了將近三千例的這樣的案例 那其實對一些基層的店家 實質已經受到衝擊了 衝擊的比例呢 我們剛剛稍微問了大家 以做這個小吃 做一些飲食的店家來說 大概影響了四成左右 那做民宿來說 大概影響三成 甚至有一個禮拜 應該每一天都會有背包客來居住的民宿 現在變成一個禮拜只有一天有客人 所以一個禮拜的收入大概就是一千多塊 那其實對這些民宿業者 對這些小吃店家 對這些青創的店家朋友們 是一大的衝擊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 趕快在我們僅有的資源 就是很感謝嘉義國際吳經理這樣的抗臺解囊 我們一起合作努力 趕快把這樣既有的資源 趕快先做挪用 讓這個店家可以在防疫升級 讓顧客可以安心來電消費 同時可以做好防疫 所以我們推出說送給這店家 讓店家可以轉證給他們來電的顧客 來電消費就可以免費索取一罐的這樣的洗手乳 做好防疫又可以安心消費 那雖然說都是輕症 但是實質已經帶來市場上的一些恐慌 那據我們了解到 一些小吃飲食店家 生意都影響了市場左右 那一些在地的一些民宿店家 原本一週都會每一天都有顧客 現在變成一週總共的一顧客 影響了超過了三成 那這樣的衝擊 實質已經對地方的庶民的經濟 受到這樣的衝擊 這樣的影響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奉獻幾例 所以特別感謝 家以國際一起抗開解難 我們把原本要在母親節 做發放給媽媽們 孩子們的一些安心洗手乳 隨身洗的洗手乳 趕快進行挪用 提供給這些鳳山出發美食聯盟 鳳山在地很優質的新創店家 讓顧客知道說這些店家 這個防疫已經升級了 大家可以來店安心消費 所以到這些店家消費 就可以免費索取一罐 隨身洗洗手乳 讓大家可以在消費用餐之餘 可以安心的感受到防疫升級 所帶來整個消費的環境 所以我們希望說消費者 可以來鳳山消費 可以安心到這些店家住行消費 把防疫一定都可以升級 可以讓大家更多在新台灣模式的生活之下 可以正常的生活 可以正常的消費 一般客人都會對專家的防疫措施 基礎版的安心 因為我們每次聯盟 加平均問一下店的業績 基本都是十大 或三技藥商量 包含了 在對副客人在做試點次的時候 會確實的 會有效 那這一波或是這樣子的疫情的影響 大概商家這邊的影響如何 其實平均大概都是 是下花大概3至4成左右的醫院 因為儘管我們去盡量的鼓勵消費者 造電消費 那因為他們還是會依每天的確診出來做 是否要出門消費的工作 所以我們透過跟醫院這樣子的方式來跟民眾宣導 我們要與病毒共處 我們一度在華國西村總共有發現 地域國西改造的民眾 民眾非常受歡迎 尤其健在一起還要比獎館 他們都是每天客滿的 那當花商民宿是以招動為主 那我們的客人大概都是一直被取消 但我們為了防疫 也是很樂於幫客人去做取消的工作 所以我們大概掉了3成左右 那當花商民宿大概會掉3成以下一點點 其實是有點痛苦的 但是我們還是跟客人們強調說 我們因為是獨門獨棟 然後加上我們有很多防疫小物 能夠讓客人安靜 然後安全的來我們包動遊玩 就好了 OK Thank you Thank you